沿著巷弄走 快到轉角處 民宅幾乎和紅線零距離 其實為了過彎 時速得至少降至30以下 從另一個角度看 轉彎前 民宅整個擋出視線 完全看不見對象的來車 似乎只能憑感覺 原來這處明顯向外推的民宅 被爆料是違建 這一條巷子的車流量非常大 然後又因為這個建築 把視線擋住 我覺得在這裡 經過這裡都很危險 本來小巷危險性高 又加上視線問題 民眾擔心狀況更多 這裡就在新北市 蘆洲三明路82巷內 連通道馬路上的巷口 算是巷弄 車流量卻十分大 因為大家可以節省 等紅綠燈的時間 等於是個捷徑 然而除了民宅違建 造成死角是個問題外 常經過的民眾也認為 這裡還有個停車場亦沒注意容易相撞 而地面的水溝蓋下雨天容易打滑 也是個危險 再來路邊反射鏡太小 根本發揮不了作用 這已經不是馬路如虎口 是巷口如虎口 經過了解這處民宅從舊販星超過二十幾年 市府公務處拆除大堆回應 近期會與相關單位一同會桿 一旦被認為影響到公共安全 將會立即強制拆除 短時間內外界因素恐怕還改不了 其實來到上口處 人得自己小心 TVC的視線王思淳 新北採訪報導